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29号星期四 中国羽毛球的国手叫陈清晨 7月27号 中国陈清晨和贾亦凡战胜的韩国叫金昭影 孔熙荣 进入了八强 陈清晨在比赛当中 在落后韩国的情况之下 回击得分之后 边走边喊出了一段 这种特别激励人心的国语会碎 国骂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倒无所谓 运动员在过程当中比较激动 还有中国男子羽毛球 就来了一个 就是那什么 去是QNMD QNMD 大家爱都是 对 然后这女子是C看头的 是吧 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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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就C C C 就是这样 这个本来有点 我觉得还OK 运动员有时候激动起来了之后 来点正常 但主要陈清晨 他这个音量比较大 比现场播音员的音量还大 然后赛场人也比较少 比较空旷 然后他那声音在整个体育场上回荡 弄得反正压力有点大 到了28日 陈清晨在微博上发文 说这只是一个营球气势上的一个鼓励 没想到他可能说这发音不太好吧 让大家误会了 他说我惶恐了 他说他会调整他的发音 然后有一些网友比较支持 能体谅 有一些网友就在骂 骂 我爸也在那说 说这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这样 这个大哥的 我觉得主要就是说像我父亲这种 就是说平常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体育锻炼 然后也不搞体育 所以他就是说可能接受不了 不过他自己激动起来 骂起来也差不多这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人都这样 自己骂的时候觉得我应该 我这时候不能不得不骂 知道吗 我说他不得不骂 他这个不应该 就看别人都是觉得别人不应该 自己来的时候就这样 我老婆要是上街了 要是突然有一个谁一下蹿出来 吓我老婆一跳 我老婆这一顿上去 是什么跟你说 然后看别人的时候就觉得不行 行 不能不应该 体育运动 因为我们以前也打打球 玩玩球什么的 怎么说 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兴奋了 身上线素上来了 难免 难免 至于说好像说只有中国学校这 这是活儿八道 这是活儿八道 我讲最简单的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故事 是12年 12年世界杯 好像我记得清楚了 12年几几年世界杯 我忘了 反正这个世界杯的时候 当时法国队对意大利的 法国队的马特拉基 就是说从 其达内 其达内是法国队的其达内 意大利的马特拉基 法队的其达内到最后 忍无可忍 一个铁头过去 直接给马特拉基 撞了一跟头 然后这法国队就替其达内的教区 说了马特拉基 这孙子 我跟你说 从比赛一开始 嘴里就嘟嘟当当的 就是没有一句好话 全都是最脏的 说是把其达内的祖诺八道都问候了一遍 然后把他妈妈 他妹妹 他姐 他表姐 全来 一顿来 每个都一银了一遍 说到了最后 其达内终于忍无可忍了 知道吗 就一个铁头工就撞过去了 然后当时其达内被红盘发现 最后反正也导致了反国队最后输掉了 这次事业杯的决赛 事业杯这个奖牌 本来还是有机会的 后来这个场上少一人 那其达内当然了 也是比较激动 不过在足球赛场上 马特拉基也不算是嘴最臭的 我知道嘴最臭的 骂的最脏的 你叫谁吗 鲁尼 以前英格兰的鲁尼 鲁尼以前小时候练拳击的 那骂的要一个脏 那一个臭 有一次的英格兰电视台 拿上找乐 就是说专门的弄了一个收音的 本来一般足球转播 不都有现场解说吗 就不收现场的音 专门去收 鲁尼就听到鲁尼那骂了 我的天哪 那叫音型 连英格兰也受不了 这哥们怎么骂 这么难听 而且不断的骂 当然这个是足球界 当然有人说足球界 肾上线素标的比较高 所以骂的比较凶 篮球界就更别提了 篮球界叫trash talk 最有名的 我知道骂的最脏的 而且迭迭也不休 就加内特 就不断在这骂 骂各种脏的 而且从头到尾 各种羞辱对手 你这怎么烂一八道 就反正就不团 不停不停的 他在羞辱对手 就是NBA馆叫trash talk 你知道吗 科比也特别烦这个 乔丹以前也没事 跟他们也卷 你知道吗 都乔丹也在骂 反正就大概 就是老一波的球星 这种trash talk 可大家都有点 你知道吗 大家也明白 他们有的时候 也不是说 就是说为了骂你而骂你 他就只为了骂你而骂你 知道吗 就为了要激怒你 让你情绪失控 最好你能动手 冲花给你发夏 知道吗 就这么搞 基本上我觉得 在篮球界和足球界 这种骂街还好 因为基本上就都是 这种互相骂 不是那么太 大家还有个底线在 那么在叫什么 这种MMA 是不是 MMA 就这种UFC 叫这么自由搏击 就徐耀东同志练的 在这个领域 那真的是骂到没底线 哇 这领域有点过 尤其最著名的这次 这个UFC 264 好像是264版 这个嘴炮 嘴炮真的太过分了 嘴炮这次真的 说实话 我对运动员骂街 我这个荣耳能力比较强 因为从小看这些球 看什么足球篮球 全骂 没有一个不骂的 骂的就你到最后骂习惯了 他就骂多了 你都觉得他这个 你就不生气了 知道吗 以前我们有一个 就我妈一个 就是一个认识 一个孩子 那小孩也是 从从小就开始 说你忙兵忙 一顿骂到最后 我妈都乐了 说你都不生气了 骂得太好玩了 特别小 五六岁的小孩 天天的甭管说什么 都骂街 都骂街不可说话 简直 跟我妈都逗乐了 所以我们对骂街 荣耳能力比较强 天津人对骂街 荣耳能力比较强 但是嘴炮这次太过分了 说实话 我也不支持嘴炮 嘴炮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嘴炮这次不断不断的 拿钻石的老婆 就是说开各种荒短笑 这个太过了 一般来想 这种骂 球场上骂街 大家是那种骂着 就差不多骂着玩 不说的那么真 嘴炮是真的有点说真了 就把这事说成真事了 你知道吗 这个有点太过了 这个就是说 连一些选手 有点看不过去了 其实我们也作为观众来讲 也觉得嘴炮这次骂 骂得太过了 没有 哪有一直拿钻上老婆找乐的 就一直围着钻上老婆 一般的不这么干 这么干来讲 就是说 而且在就连搏击界来讲 对这种东西 人家搏击界 以前臭嘴 大毒舌嘴 脏嘴 烂嘴 一大堆 你知道吗 而且是没事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哥们也是 就是拿人 就拿那个最脏的 然后不用拿人家的种族宗教 去骂 你知道吗 去侮辱 你知道吗 那简直就是没有下线 没有底线 就搏击界 可也是这种心理的一种 就是说心理斗应的一种方式 可能他们诚心这么做 但是反正就真的是脏 但是就即使在 就是说我认为 就是体育界来讲 就是搏击界 拳击界 这是一定的 就是说底线最低的 最脏 骂得最脏 最难听的地方 大家也都有一个底线 就尽量的不拿对方的老婆去找 而且很多人认为 这种东西 它是有魔咒的 就是说你愿意这么搞的话 你在场上会出问题的 所以嘴块这次腿断了 很多人就说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不能拿别人老婆 拿别人找不老婆 容易断腿 你知道吗 容易断腿 腿 你看莫名其妙就断了 很多人说 我不也说 我说没看明白怎么断的 怎么断的 这腿 就是说拿坐人老婆找的 找太多了 这不吉利 知道吗 最后那腿 就断腿了 不过嘴炮这次 真的说实在的 也是有点活该 我也觉得它有点过了 而且你找一次 咱不停的 没完没了 拿坐人老婆找的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嘴太难了 这嘴太 就我们天天也都受不了了 就是因为有点 哇靠 这哥们真的是 没有底线 搏击界真的 就是说 我好像真的 我在全球体育界 对了 据说还有一个 能比搏击界还脏 但是这体育算是 我不怎么看 你知道什么吗 冰球界 据说冰球界更扯淡 冰球界 骂起来更 而且冰球界 到最后是这样子 到最后实在不行了 裁判叫暂停 一般出一个 俩人就在场上打 打 而且能打到什么程度 打到什么 鼻梁打蛇了 鼓都打断了 能打到这种地步 打成这样 而且据说冰球界 专门养一些球员 这球员是干什么 就替补 就专门打架了 到了差不多了 上去 然后就挑衅对方 然后打架 特别能打 就跟别人打架去 专门就有这个 然后就上去之后 骂特别的挑逗 对方给你急了 然后俩人 最后裁判判决俩 要单挑对决 那简直 骂到最后 骂到最后 最后的脸 挂不住 就不跟你动手 不打架不行了 你想骂到什么程度 你没嘴 比嘴胖骂了 还脏还难听 而且就一直围着在这骂 你知道吗 以前德国有一个 什么员也是 砍 砍也是 不要脸 你知道吗 足球界骂街 大家都知道 都差不多得了 砍是什么 对方 前方过来 要啪 来一球 砍一下 扑上去了 扑上去 你这样骂两句 傻叉 你怎么踢的 会踢不会踢 踢球 就不都是这么骂 就完了 卡恩不是 卡恩 牛逼爸爸 卡恩追过去 你知道吗 别人 又前方一场 密集 特别傲倒就过去了 卡恩追过去 你知道吗 追过去 跑到对方耳朵边 直着 骂 骂 就追着 喊着骂 喊着那个声音 它声音特别大 跟狮子豪一样 你知道吗 上下 一顿就 没皮没脸 执着别人 对耳朵在那转 哇 天 我跟你说 就是 你妈没法弄砍 那货也是 也是够可以的 你知道吗 就是 都这个玩意儿 所以 体育界 说实在的 就是乒乓球界 还有什么乒乓球 以前 邓亚平不也到那儿好吗 叫啊 就还好 你还没有看着邓亚平 跑到对面 去到别人耳朵边 指着别人脸 那边 抄到拔 对不对 你没有像卡恩那样 卡恩那货什么 东西就上去了 就是说 你妈指着别人脸 而且就是说 就到这个地步 贴着脸 那么骂 你知道吗 邓亚平还没这么干过吧 咱们女王球学长 也就是都在自己 这边骂 对不对 你看那足球 篮球 最后就变成球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实在的骂太难听了 你知道吗 就真的 而且那种骂就到了最后 就是说贴着脸 指鼻子 往死了 所以就还好吧 你们我觉得 就是说 还是太文艺 小清新太多 就是冰邦球 你们都看这种项目 你看这种项目 基本上我都不看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看USA 看什么足球 看篮球的 你知道吗 或者有时候 美国那橄榄球也看看 美国篮球那帮也都行 那都也都骂出 都骂出花来了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就是说你呢 我觉得这样子 你呢 如果觉得冰邦球 这个羽毛球 太野蛮了 对不对 我见你呢 回来看看UNC 看看足球 看看篮球 然后呢 回来你再看这个 冰邦球和羽毛球的时候 你的这个尺度 又会大很多 你就觉得 哇 这太小清新了 这哇 骂街骂的都这么文艺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他那个陈精神 骂街骂的都那种 奶生奶气的 你知道吧 就那种感觉的 当然我知道呢 很多人就劝着陈精神 说你就别骂了 改改吧 改改发音 我在这要说呢 其实呢 我鼓励陈精神呢 就是说如果要改的话呢 下一届 下一届奥运会再改 这届呢 我觉得尽量呢 就别改 为什么呢 是这样 因为这运动员呢 他已经他在场上 他骂这 他骂习惯了 你知道吧 他到那个份上之后呢 他已经就他下意识了 他会宣泄这个情绪 而且调动自己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亢奋度 你知道吗 他呢 这种一种 这个算是他的一种 就是说一种手段 其实说实话 那个足球啊 篮球啊 UFC啊 这个赛前骂 或者场上骂 其实也是一种手段 那么提高自己的这个兴奋度 然后呢 去这个影响对方的这种情绪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啊 呃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不让他骂了 让他憋回去 会 我觉得会极大的影响 他的技战术的 技战术的这个水平 所以要改呢 我觉得就下 你到现在了 这个这个真的是 把不觉得都到 到PR了 你让他憋回去 他这个 他的他的比赛打不好 后面如果名次拿不好呢 可能就因为这事 你知道吗 你们给他吸引很大压力 所以呢 我呢 谁能看到我这些节目 我都说姐姐 你这干脆就得了 你就你就敞开了吧 先把比赛打好 先把奖牌要拿回来 骂街的事呢 回家呢 再说 下次跟邓小平 邓小平也在那叫唤 邓小平也在那瞎叫唤 你们都忘了 你们我不知道 年纪小还是怎么样 邓小平以前那也撒拉烂叫 邓小平他主要什么 他个儿小 个儿矮 他小蹦痘子 在那叫唤 大家看他可爱 你知道吗 他就是闹老叫老大 也就算了 他长得了不那么讨人闲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这么个意思 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 当然我知道 有的人可能觉得 这能骂像这样的 我觉得兄弟 你要不看点野蛮的项目 别看这种太清新的了 我觉得对你的整体的智力发展 也不利 知道吗 看点有劲的 对不对 看看嘴炮那骂姐 嘴炮那真的 那骂成什么样了 你知道吗 嘴炮这骂到了之后 大家都觉得断腿的活该 到了这种地步 你知道吗 你看看嘴炮 你再回来看陈行诚 你觉得不行啊 你这骂的 水平力度都不够 你知道吗 所以反正我个人的观点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 但是呢 你现在这样子给陈行诚 最后他比赛如果输了 那怪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先把比赛打好吧 好不好 我个人观点啊 不洗不喷 好不好 那这些想要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